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教于5月9日至13日在香港离岛长洲举行 其中紧张刺激的抢包山比赛作为太平清教的压轴节目 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为观 抢包山决赛于13日临时开始 12位参赛者整装待发 一阵颅骨响后手脚并又如蜘蛛峡般急速爬向上顶 同时将包山山体悬挂的平安包摘取塞入随身携带的背包中 据悉此次比赛所用的包山高约14米 山体悬挂有9000个塑料平安包 平安包分布在上中下三层 摘取层数越高的平安包得分越多 比赛时间三分钟得分最多且于规定时间内成功落地者取胜 最终曾于2017年开始连续两年夺冠的参赛选手郭佳明 以966分再次成功位面 成为抢包山比赛历史上首位三连冠的包山王中王 身为消防员的郭佳明已多次参加比赛 并在过去的比赛中八次拔得通筹 对于第九次多的男子组冠军 郭佳明笑称是运气好 今次比赛战况紧张 对手实力很强 赢得比赛需要天使地理 我觉得好像很紧张 因为刚才上去那时一起步 打算刀下去的纸 打算爬上去 发觉纸好像很难刀 可能很厚或者自己很累 爬上去觉得比较慢了之后 上到去左右的对手都很接近的时间上到去 那么就抢得比较吃力一点 我觉得是 不是我预料到的 我觉得是自己的口运 还有对手 其实每年的对手都很强的 都是看天使地理 谈及未来 郭佳明称志在保留传统 还会继续参加 女子组冠军则由香港公开大学学生公子山夺得 已参加七届比赛的公子山 今年首度夺冠成为包山后 她称自己身在经验丰富 希望将奖杯送给母亲 做母亲节礼物 据主办方透露 今年共有208人参赛 创五年新高 所有参赛者都需经过专业训练 并参加两轮雪拔赛 雪拔赛中排名前12个参赛者 才有资格进入决赛 据悉 香港床州抢包山比赛历史悠久 期间曾因安全问题停办26年 于2005年复办至今 除了抢包山比赛外 相关活动还包括攀爬嘉年华 攀爬示范 攀爬激励邀请赛等 每年都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更好 好 好 好